玉璃高中教师宿舍在17号的校尾一点多 也不晓得为什么突然起火燃烧了 黑色浓烟串天际消防第三大队玉璃分队立即到场来救灾灭火 半小时后控制了火势 首先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经消防队火场清查一间房间是全部烧毁 预计财损有8万块钱 至于详细情火原因还必须再调查 黑色浓烟不断从教室宿舍二楼右边的窗户传出 火速抵达现场的消防队员铺设水线灭火 但现场浓烟太大 消防队也紧急出动抽烟机 一例救灾灭火作业的进行 那它的三楼冒出黑烟并没有人的收困 那我们救灾人员立即进行一间铺线 那输两条水线进入室内控制处施 那因现场浓烟密布 那我们使用排烟机通光进行常控处理 今天下午接近两点钟左右 玉丽高中这一栋教室宿舍不知何故 突然起火燃烧 黑色浓烟串天际 附近民众看见即可报警 消防局第三大队玉丽分队即可出动到场救灾灭火 现场的那个房间全委 那燃烧面积约为20平方公尺 财损约8万 本次案件共计出动11 1213人 而这把火烧毁了教室宿舍的一间房间 而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消防局回掉科目前也正调查理清中 记者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